做什么事情必须从心里面爱 你爱的时候你会不停地会想出不同的点子 然后怎么把它做得最好 必须要坚持下去才可以走出一条光大道出来 它是一个传承社在路边也是希望可以分逃 分逃就是把生活中的一些大家忘记的事情 让他们重新再认知 如果我们不把这个事情再推下去的话 这个分逃也没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20年代顺德曾经有一批蓝袖光 当我这几年都不停地在做一个调研研究 然后收集资料 根本就没办法把他们那只签蓝袖光的资料可以收集到 所以我觉得极了 因为我们的绣花师傅他们最年轻的都60多岁了 年龄最大的90多岁了 所以没动力没前景没人手的一个状态地上 这个怎么继续去传承 必须要坚持下去才可以走出一条光大道出来 大的收获是感受了五味 酸甜苦辣 品尝的很透彻 甜很开心 甜就是可以把一般都存下去的一些水利也可以聚在一起 酸很难操作 苦存在了很多问题 辣很气质 大作品我们都花了真的用策划都60年 找了不同的专家画家还有工具木像 有很多我们都寻法了 做了很多年的一个储备 我们绣的那个百了嘲缝 它的内容不是说很深的工艺 它是民间的一个传统的颜色跟工艺 我要求的 要求他们做的不是说我必须要你做出很精品出来 你就把以前的传统那个颜色把它留下来 为什么我要选这个题材呢 因为在八十年代八六年的时候 就是蔡老师跟他们精品组大概有十个人左右 这一副百了嘲缝拿了传统的金货奖 所以它是代表顺奖参加全国赛 也是拿过双奖双金货回来的人 所以意义背景很有意思 为什么乐流反面出厨师啊 世界都涌云了 就因为有一群这样的修良 他们在家里不用做事的 都是丈夫在负责做菜 然后就他们家里的老人家就帮忙带小孩 然后就教理教务各方面了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现在需求的一个家庭和睦 现在一座人坐着吃饭 大家拿着就是手机 根本就没有沟通的 每个人都拿着手机 为什么在外面也是这样 回家也是这样 其实根本就完全没有怎么样的一个 沟通的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希望多搞亲子班 我跟很多家长小孩子都说了 哎哟 可不可以在家里来一个花架 然后大家就可以围在一起 就利用一点点时间 做了一幅作品出来 然后作为家里的一个传承作品 这样可以感受 维持这个性的 我更需要的是年轻人 用他们的生活体验去做 做一些产品出来是体验生活的产品 做什么事情必须从心里面爱 你爱了之后你会不停的会想出不同的点子 然后怎么把它做得最好 为什么可以做得起来 因为他们只是为了做而做 也不是说看到这个事情 让我感动 然后我想去做这个事情 我对传统的文化都非常有兴趣 为什么我一直 这个我还没灭掉 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很精彩的 让你体验了一个艺术的立场 每一次的内容 我现在是一种币的 感觉 我一直在闭掉 我一直在闭掉 我的身边 我对你疯独别的 我的身边 我 我